细想来,古人要面对的寒冷与我们不同,他们的衣被不似现代柔软厚实,房屋也难以预寒,即便身处深冬,依然觉得铁被刺骨,他们在严冬里只能依靠毛皮和草不取暖,可想而知那有多动人,何时才能有柴火烘暖他们,何时他们才能睡在软绵绵的棉絮被里。 洞见历史人物,品稀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一关历史。 穿纸过冬 冬日临近,寒风瑟瑟,预示着冰雪的冲击即将来临,当楚地被矮矮白雪覆盖,身着单薄的楚人们开始感叹冬季的严寒,位于江汉平原的楚地。 冬季阴雨绵绵,寒冷潮湿,根据他们的历法,从冬至开始,需要忍受八十一个九天的严寒,仿佛永无尽头。 面对严寒,楚人发挥无尽的智慧,以求生存,事实上,早在数万年前,远古人类就开始利用火来抵御严寒,北京猿人会点燃火堆,保护火种不灭。 南方的楚人虽不像北方那般严寒刺骨,但也会在冬日点起炉火,取暖驱寒,他们使用陶瓷或青铜制成的顶、利等炊具,在下方烧柴生火,使冬日里的饭菜保持热度,为冰冷的身躯带来一丝暖意。 如今,湖北、四川一带的火锅文化,正是源自古人的这种智慧,除了火,楚人的舌尖上也蕴含着驱散严寒的秘诀。 他们热爱美酒佳肴,喝酒不仅是娱乐,还能让酒精在体内发挥驱寒的功效。 各种造型独特的古酒器,都是楚人智慧的结晶、生姜、花椒等辛辣食材,在楚人的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,他们能增强体质,暖胃止咳。 楚人也善于驯养鹿、牛、羊等动物,冬天食用这些动物肉,可增加体内热量,考古发现的活线鹿等,就是楚人崇尚这些动物的证明。 此外,楚人冬天还会大量食用各种当地特产的野菜。 这些野菜富含维生素,具有保暖功效,一顿丰盛的野味饭,就能驱散许多寒意。 然而,仅仅吃得丰盛并不能真正欲寒,楚人在衣着上也下足了功夫。 考古学家曾在楚国古墓中发现各式头巾、手套、卷袍等东装,这些衣服不仅实用,还注重时尚美观的结合,流传至今的汉服也深受其影响。 回首数千年前的古人,他们的欲寒方式还非常原始,他们会像野兽一样躲在山洞里取暖。 或用瘦皮树叶临时搭个窝棚区区预寒,直到后时,人类才逐步掌握了织布与养殖牲畜的记忆。 冬天的衣食才得以改善。 数百年后,宋朝种植棉花的技术日趋成熟,普通老百姓才得以大量使用棉衣棉被预寒。 在那之前漫长的岁月里,许多穷苦的百姓都靠草纸衣服挨过冬天,虽然保暖性不佳,但极其廉价易得,在物质匮乏时也可凑合使用。 甚至在文人学士圈子里,也存在着穿草纸衣的流行风尚,他们不计较衣着价格,只求心灵的通透,这种简朴的品味也成为后世文人的精神典范。 历史见证了人类不断学习、创造,以对抗自然严酷考验的过程。 正是有了先人的聪明和创造,我们的冬日才不再寒冷困苦,我们应当感激老一辈艰苦奋斗积累的智慧,并把这份感恩之情传承下去。 冬日居是温暖记 在寒冷的冬日里,人们最害怕的莫过于室内的冰冷。 然而,古人虽然没有现代高科技的供暖设备,但他们却以自己的智慧,在居室保暖上下了不小的功夫,并形成了独特的技巧。 楚人的药煞建筑,不仅注重装饰,更在墙体材料与地面上下足了功夫,全方位确保房屋的保暖性能,湖北五座坟三号汉墓的果实。 就是依照墓主生前的住处,建成的双层多式建筑,门厅,楼梯一英俱全,其中一间阳光充足的温室,工人小气。 楚人在建筑中设计地势,兼顾冬暖夏凉,建造宫殿时,乘坐北朝南的格局,巧妙地利用日照取暖,墙体用厚实的土夯实地,屋顶设有竹质的顶棚与楼板,既能隔沉又能隔寒。 旧寝时,楚人在地上设有木床与草席,以隔绝地气,枕头内外都包裹着井边圈,出土的竹枕上还镶嵌着五人动物纹锦,大漆以丝棉或麻绪填充,防寒保暖。 取暖用具方面 天心棺木,层出土炉,柴与炭楼等铜器,古人早已懂得利用木柴或柴炭烤火取暖。 富人用柴炭,穷人用木柴,半坡,将寨遗址的房内设有炉灶,既能做饭又能取暖。 咸阳宫殿遗址的洗浴池边甚至发现了壁炉,其中两座公寓室取暖。 秦长乐宫的墙体空心夹墙中设有火道,雨灶相通,可供取暖。 汉武帝建造的温室殿内,涂有花椒泥,挂满锦绣,用香柜,火麒麟屏风,红毛帐,西域毛毯装饰,效果非凡。 除了建筑和生活用具能保暖,楚人的衣着也注重郁寒。 考古发现,楚国妇女常穿麻衣,续衣等轻软的衣服,外照厚实的羊皮袄,男子外出多穿皮球或沾沾,这类衣物既轻便又温暖,足见古人的智慧。 在饮食上,冬季楚人也讲究滋补养生,常吃的肉类有猪肉、鱼肉、花肉等,肉类含热量高,有助于预寒,蔬菜以萝卜、白菜等冬菜为主,酒方面以浓香型白酒为主,小量饮酒可驱寒。 就一方面,楚人重视调理体质抗寒,常用温热药材如桂枝、妇子等,或以爱业爱调薰身取暖,发汗驱寒,有专门的医书记录防寒健身技巧,如壁鼓气功等。 楚人不仅注重十一住行各方面的郁寒,还善于娱乐消遣,缓解寒冷季节的郁闷情绪,他们喜欢弹琴、舞蹈、饮酒作诗,这类文娱活动多在室内进行,既可取暖又可消极。 古人在居室保暖上下的功夫,让我们应当珍惜现代温暖舒适的生活,如今科技发达、电热毯、空调等保暖产品应运而生, 严寒也不再难熬,但古人自己自足,朴实无华的生活智慧,也值得我们学习和珍视。 上层紧被暖香,下层破衣受冻。 冬季降临,古人为求暖意,无所不用其极。 然而,由于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异,富贫之间的过冬方式可谓天壤之别。 位居社会顶层的名门显贵,冬季取暖自是一如反掌,汉代帝王便在深宫内院中建起温室殿,墙壁涂满碎花椒泥。 以厚实的毛毯将室内温度保持在温暖的春季,花椒泥散发的气息,既能驱虫杀军,又能使人心旷神怡。 到了晋朝,首富十崇家中义以交为泥土室,可见此法在当时极为盛行。 唐代贵族则青睐于上等锐炭取暖,一块锐炭可烧上十天之久,燃烧时不冒烟,光亮耀眼。 热力强劲,据说锐炭还有安神之效,燃烧时气氛祥和,有助于修身养性。 当时的达官显贵如杨国忠等人,甚至用白蜡制成双缝形状的蜡炭取暖,可谓奢侈至极。 这些上层人士在温暖如春的内饰中,仅被香气萦绕,丝毫不受外界严寒的影响。 相较之下,底层平民百姓的冬季生活则艰辛无比,白居一笔下的老麦探翁,整年辛勤砍柴烧炭,寒冬之际更期盼天气更冷, 以便探价高昂,得以养家糊口,然而,砍伐树木受到严格管制,一旦被发现,老翁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。 因此,他只能冒着山中狼虎之险,穿着破烂的衣裳,在荒山野岭艰难采集柴河。 多数平民居住于简陋的草房泥屋中,北风一吹,瑟瑟发抖,他们预寒的方法极为有限,或以造灰于土炕取暖,或用茅草编制的茅窝子保暖,条件更为艰苦的家庭。 只能任由手脚冻裂,勉强度过漫长的寒冬,一称木炭需两个大米,对许多穷人来说,无疑是奢侈品,根本无力购买。 可见,古时上下阶层在过冬条件上存在巨大差异,上层社会锦衣玉食,享受着锦背暖香,而底层平民却依然在破烏中饱受严寒之苦。 这无疑反映出古代社会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,幸而,时光荏苒,科技发展,使得取暖便得愈发便捷,我们应当珍惜现代文明的成果,让更多的人过上温暖舒适的生活。